路口警示器拍下前方还是红灯 突然一部白色保时捷 绕过右边的轿车 超过双白线就往前闯 立刻撞上左边开来的 另一部休旅车 保时捷开得又快又急 穿过红灯却没有看清来车 当场把休旅车撞翻 救护车到场时 休旅车翻覆在地上 幸好车上驾驶脱困 轻伤没有大碍拒绝送医 但保时捷车上三人 包括驾驶跟太太还有友人 满身酒气烟味 一侧之下驾驶酒侧0.66 又是酒驾闯祸 保时捷的驾驶 它是有跨越双黄线的 它是从昨天晚上3点多 就开始喝 喝到那时候 可能就刚好结束要回驾驶 意外发生在台南市 沁平跟华平路口 凌晨6点多 警方调查发现 保时捷车车主等三人 喝酒喝到4点多 驾驶也醉醺醺 虽然撞车瞬间 灯号也变成绿灯 但仅仅一秒之差 撞翻休旅车 也庆幸双方都没有大碍 但赔偿撞翻的休旅车 加上酒驾行责 也给保时捷驾驶 一个教训 接下来观张谈的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9点 让爱飞扬